娱乐圈中再爆出重磅消息 知名鱼记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网友连爱视频 并爆出某95后女鼎流恋情 消息一出 该鼎流身份引起关友们的猜测 据悉 这位女鼎流的恋情是正在进行时 而她的恋爱对象 正是去年与她组成大热CP的男星 众所周知大热的CP 有地心引力和无路可逃 难得消停 但是屏中却直言是 除了地心引力的另外一对 也就是说此次爆料的对象 正是赵露丝与吴磊 除此之外 网友还透露因为南方现在正在国外 所以没能拍到什么证据 等到南方回来之后还会再继续跟进 据悉 吴磊现在正在芬兰旅游 这一点与网友所爆出的南方 在国外十分吻合 以至于不少瓜友们在看到视频后 纷纷高呼无路可逃的名字 更有CP粉直言消息的真假 对自己来说很重要 从评论中能够看得出 大家都非常希望两人能够在一起 赵露丝与吴磊因出演 星汉灿烂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人在剧中饰演的情侣糖分超标 以至于不少CP粉都希望他们在现实中能够走到一起 甚至还有瓜友爬出两人相恋的多个证据 在情人节前夕 吴磊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COOL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去年的时候 赵露丝发文 两人的文案十分相似 当时就有不少网友直呼嗑到了 除此之外 两人的巧合还有许多 例如在直播时甜蜜互动 两人的同款上衣 积极营销等 但这都只是大家的猜测 事情的真假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只不过 赵露丝近日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美图 腰细腿长 引起众多粉丝关注 但也有网友从中发现了一些小细节 从途中可以看到客厅的电视里 反映出一个男生的身影 对方身材魁梧 似乎还没有穿上衣 而吴磊当时正在国外 不少人都猜测赵露丝有了恋情 正在大家在吃瓜时 赵露丝突然删除博文 这一行为不免让大家有了更多的猜测 不过 无论赵露丝是与吴磊恋爱 还是与他人 我们献上祝福就好 在当事人没有做出回应之前 大家还是不要做过多的猜测 两人在剧中各种撒糖 尤为甜蜜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高糖输出 刘大锤还透露 两人是在去年年底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两人是刚恋爱 到现在为止还不满三个月 这点也是十分相符的 来证实是吴磊赵露丝 因为在新汉灿烂爆火时 大家都猜测两人真的在一起了 但当时当事人出面辟谣澄清 让大家也慢慢消散 但没想到两人居然还有后手 在谣言消散后 这两位却又在一起了 说实话 还是挺般配的 让人看着都很甜 到目前为止 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任何回应 而吴磊也在国外忙着跟赵金麦拍戏 估计还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到底事情真相是什么 只有等到他回国后才能见分晓了 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 两人很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 娱乐圈一直都是真真假假 很多可能是为信息造势或者蹭热度 而且赵露丝最近黑料也不少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也是故意黑他的 此前晒照秒山 电视屏上透出来的男人 身形撞刷大腿很粗 与吴磊偏受身形差距很大 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 如此看来 导致整个事情更迷了 按照爆料所言 两人恋爱不到三个月的话 他晒照时 吴磊已经是他男友身份 自然不会让其他男人出现在自己家里 还是裸露身体 更说不过去了 当今的古偶剧 能让人民网也在讨论家庭教育问题的或许只有 新汉灿烂月生沧海了 尽管新汉灿烂月生沧海的故事是架空历史 从教育问题到女子成长 再到男主角两个人的感情戏 却都引起了剧粉们的讨论 剧中封批男主的复仇情节 还有皇上和贵妃的有趣的人物设定 也圈了一大波粉 这次出演是赵露丝和吴磊的二搭 之前两个人合作过长歌行 在这部剧中吴磊饰演的是男主 赵露丝则是出演女二 相较于长歌行 这次男主的人设更加封批 而赵露丝的角色 则从事温柔胆小的小哭包公主李乐嫣 到倔强果敢的女娘程少商 两个人的感情戏 一开始是零部一单方的为爱发电 程少商的爱情学习进步路线十分明晰 从单方面的不情愿 到后来明白什么是喜欢 最后到说出那句我会使劲对你好 两个人的深情发疼 情不自禁让人暂时放下了长歌行的浩烟CP大旗 转身就磕起了081和33 星汉灿烂月声沧海可以说是遭遇连续几部作品铺接的 古偶101市场中收拾口碑俱佳的一部了 星汉灿烂月声沧海这次错位CP的合作 也给这部作品加分不少 之前的大热剧《流理中走红》的男主程毅和女儿张雨夕出演了《男风之我意》 剧集还没有播出 便因为聚男靓女的搭配 还有流利的热度 让观众对于《男风之我意》十分期待 后来《女一和男二》的《二大落花时节又逢君》也进入了古偶101的队伍 这几部作品的CP错位搭配则是因为几个人都是一个公司的 而演员错位组CP玩得最好的还的是欢愉 原本在《严禧公略》中的秦岚饰演的复查皇后和聂远饰演的乾隆 是观众的一男评 这次两人终于在《传家》中让一钟灵 秦岚饰和习维安 聂远饰终于有了H结局 但在《传家》中 吴景岩和韩庚组了CP 《严禧公略》中 走到最后的是吴景岩饰演的魏英末和乾隆 但这样的操作并不是屡是不爽 原本在上时中营销的吴景岩和徐凯的复英一男评 因为拉胯的演技和剧情 让人感受到的是虚假的复英 新汉灿烂月声沧海赵露丝和吴磊的角色成为官配后 对于作品来说有不少的好处 首先两个人因为合作长歌行之前就认识 在演戏上也没有了熟悉期 更快地进入工作 赵露丝在片场也是出了名的活泼开朗 在剧组中和每个人都能玩到一起 在花絮中赵露丝和楼瑶的饰演者于成恩 上演了生孩子的戏份 还和阿姆的饰演者曾里打闹而踩了裙摆 片场气氛十分欢乐 其次两个人的本身热度就不错 而且有了前部作品 有前世今生的讨论度 不少粉丝都在寻找长歌行和新汉灿烂月声沧海中 前世今生的点 两个人直播的互动不仅很欢乐 也让CP党们不断有新的素材 让他们可以高举无路可逃CP的大旗 赵露丝和吴磊都是不怎么参加综艺 专注于演戏的演员 两人都是片约不断 赵露丝只有22岁 却17岁就已经出道了 吴磊是3岁入行 5岁拍戏 之前本身就有大火的作品 CP的错位搭配 虽然是能引起一些讨论度 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作品热度 但是并不只要是合作过的演员组CP就可以 新汉灿烂月声沧海选角 符合人物的人设 吴磊的少年感和肌肉很符合 林步一桀骜少年城的人设 而新汉灿烂月声沧海的原作者 关心则乱写作时 正在看赵露丝出演的 天雷一部之春花秋月 他说女主的圆脸超级可爱 这就是喜欢的女明星 当了我的女主角吧 新汉灿烂月声沧海 在剧本修改、演员阵容、浮化道上 都是看得出的用心 除了错位CP 合作过的演员出演CP 也出现过一些爆款剧 比如《坠序》 但就算是因为之前合作过大热的作品 后来再次合作出演CP 也不一定是预示着新剧大火 作品优秀 观众喜欢才是作品能够大爆的原因 再次合作剧理 理论 优优地